刚一 新赛季不是刚开始吗 怎么又来新赛季了 是的家大马 新赛季又又又又又又又来了 感觉这个赛季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唉 什么时候上学能跟赛季一样更新这么快就好了 不过正题啊 淡打的新赛季是全新西幻的题材 名字叫龙语剑之师 从名字就不能看出来 这个赛季是跟龙相关的 传说 他们生活在一个叫坦利亚的大陆上 里面生活着大量的奇幻物种 有龙族 精灵族 矮人族 等等你从未见过的传新物种 听起来挺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皮肤质量怎么样 这个说到奇幻主题啊 还是个龙族 他的皮肤该不会是 开个玩笑啊 要真的是乌鸦仔 刚一在没给版权费的情况下 他不敢做这个 这新赛季光看这些背影 我都觉得墙子可怕 不过这封面怎么看着这么像 从简影上看啊 中间这个无疑是龙族了 但这跟我想象中的差别有点大 我印象中的龙族应该是这样 但他现在是这样 嗯 难平 这左一应该是精灵法师 毕竟很多精灵都喜欢戴帽子 死抓死抓 左二拿着剑 那应该就是主题人的剑手 只不过 这弹与剑是 好像没什么太带关联吧 右一看着像个地精 就跟我胳膊链一样 但是 这比胳膊链要胖一样 哈哈 右二就只能是矮人了 但这玩意怎么看 都不像是个矮人呀 在我的印象里啊 矮人虽然矮 但是非常擅长断造 肌肉非常发达 这怎么到蛋仔里 就变这么拉胯了 我不是很理解 哈哈哈哈 不过说实话 这次的新赛季啊 我还是蛮期待的 充满着魔幻风格的主题 还有很多的奇特无助 哎呀 我心里还有点小期待呢 就是希望刚毅 不要把皮肤剁得太丑 不然我的彩虹臂 可又是要攒下咯